首先我们来自灵溪医疗 创立这家公司是在2021年 这家公司主要在做的是 医学知识的一个搜索引擎 以及我们现在的知识问答的一个机器人 我们想要采用的是这种严肃的 这种医学的这种寻证逻辑 来去解答医生在实际临床工作当中 所预见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 并且给出他中肯的一些答案 以及我们相应的决策的一些流程 来满足医生在日常工作当中的 这种知识的一些诉求 其实这个疫情对于公司来讲 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讲 大家对于线上的这种知识的诉求 以及这种线上的这种SARS化的应用的 这个需求程度 是要远远高于前几年的这种情况 并且大家也慢慢的接受了 这种虚拟的会议也好 虚拟的这种数字化的产品 都走向了他们的这种 实际临床的工作当中去 这首先来讲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并且在同行业当中 跟我们的竞争对手 也在逐渐的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 大家从原来的竞争 慢慢的走向了一种合作的形式 这是外部的一些环境 那么内部来看 其实对于我们的团队的优化 降本的增效 以及整个的这种职业发展 还有我们的这种战略的布局 实际是有很大的一些考量的 在去年一整年当中 公司的这种成长 包括我们的内部的人员优化 包括我们的战略方向 经历了几次大的一些调整 慢慢形成了现在灵溪 现在这种一体三格的一种格局 来用于未来整个的这种长期的推动 以及我们的一种战略的发展 我觉得是两点吧 一个是坚持 一个是野心 首先你要能有一个很好的picture 去打造自己 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人 这个团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要有一个很好的野心去变革 或者说去更新整个行业现有的一种情况 找到自己适合的切入点去切入进去 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和技术壁垒 首先这是你的野心程度 第二点其实是坚持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那么生存是第一要位的 一定要坚持下去 终究会迎来相应的一个基点 只要是在做正确有价值的事情 走弯路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己放弃了 无论走多少弯路一定会回归正轨的 做了 应当 人 区 例 珍 Fish 妃 �� 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